小品 你来了 你谁 最后一个下半是你 你叫我们来有什么目的 目的就是 笑笑了笑笑我女儿吧 我是赛博预言家 可以看到未来的画面 我已靠这个美彩200球赶紧了很多钱 可是 今天我看到的是 我绝对我都会死啊 书法大赛 现在开始 我看到了 我的女儿 只要写完这个字就给你倒 我小心刻在装强 撒上人魂啊 张宾 空气中检测出奇怪的味道 小豆 无论什么比赛 每次都是你拿第一我拿第二 今天我在墨水里换个安眠药 只要写完字 绝对就会阴倒 本人就是 又来到了比赛 等等 我怎么越写越快 难道说 刚才小皮偷偷换走了我的药 接下来是代码比赛 不行了 又要被送走了 什么时候怎么了 我女儿的生命 一会儿开机写五分钟 电脑就会爆炸 病毒过程的随便 就会送下去一样的 我早就提前在你的电脑里写入了病毒 只要键盘敲七个字 病毒发作电源短路就会爆炸 什么人 我来给你试试读啊 你看 这个病毒也不也少 怎么像我写的 阿主 赛不阿虚的能力 能够把虚拟的东西淘汰在事实 我把电脑病毒变成了真的 孤立山东 什么 别走 最后一项是游泳比赛 举备 开始 奇怪 刚开始还好好的 小子怎么越游越慢 嘿嘿 是暗流 我只要带了游泳池里进出水泵的功力 在水中形成肉眼看不见的暗影 一旦陷入进食 快游不出来 你 我说你你你 快救人了 这 这电源太快就卡住了 我只想游 我没想害人了 怎么办 小屏 你不是身上有五个赛波心灵吗 你快去啊 干 干杯 小屏 赛波心灵最怕水 那水也都不怕 这水也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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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这一架 三架 嘿嘿 成功了 其实小豆会死根本就是我的谎言 我要借机干掉小屏 让他把吞噬的心灵都吐出来 谁够 亮子星呢 什么 亮子星呢 那是心灵秘传 你怎么把废话上放 看我吞噬你 嘿嘿嘿 在水里是你最虚弱的时候 我怎么得住在这一刻 所有机器 请我号令 干走小屏 小屏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